假日的时间开一个欧盟云端气功健身的研讨会 我是王泽峰 现在我在瑞典给大家做今天研讨会的主持 感谢大家都利用百忙时间参加我们的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发起人是欧盟中医学院的教授陶立玲 陶老师和法国皇家中医学院的院长王德凤两位老师 因为在疫情之中的陶老师曾经利用云端这个方式 在教授和传播的这种气功的功法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而且也有自己的体会 法国的王德凤老师常年在他所在的皇家中医学院 也在教授和传播他的认为特别好的一个功法 已经延续了很多年了 并且把这个功法已经传播到了整个法国所在 他当地的社会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也有很多的经验 所以他们两个人一商量 来发起今天这个气功健身的一个研讨会 他们当时想的是在元宵节期间搞 所以他们弄的灯弄的背景 红红活活的好像还有过年的这个气氛了 实际上现在这个年已经过了 但是我们这个心情好像还都在年里面 这个气功的这个功法呢 实际上和中医的治疗 包括保健都是息息相通的 就如同的这个在世界范围内 有很多的中医在治疗那个corona 取得很好效果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以在气功健身的 它的防病治病的这个作用 应该说无庸置疑 这个已经起到了非常可靠的这个效果 几千年来呢 延续下来的这个功法 各种各样的功法 对强身健体防病治病 特别呢是在疫情之中 对预防这个corona这个感染 都起到了很好作用 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几位老师 在我们的研讨会上呢 用他们自己的体会和经验 和大家来分享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参加 我们今天研讨会的几位嘉宾 由北京中医药大学 德国Christine医院 国家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 中国德国中医药中心的负责人 戴金章戴老师 还有荷兰的Eastat Movement团队的代表 刘文刚刘老师 他们都是我们的中医同道 还有呢人在比利时的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的 于嘉健中医 于老师 还有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公共卫生专业的教授张维宏 还有人在德国的耿直耿老师 另外我们今天呢 还特意邀请了在欧盟的欧盟使团 教文处的车伟明公餐 向小伟公餐 杨毅元秘书 还有欧盟使团的气功爱好者 陈祥陈禅 今天呢 他是以个人的身份来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 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欧中商务继旅游峰会委员会主席 议员前OpenVLD主席 中欧文化旅游负责人Mr.Dan Bostel 此外呢 我们今天在我们线上 可能还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国内驻欧洲的媒体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 欢迎大家 另外在线上呢 还有很多我们的中医同道 所以今天的研导会呢 应该是有很多的中医的同道 还有一些气功爱好者来参加我们这个研导会 今天的研导会呢 我们大约分为四段 第一段呢 是有邀请到的 有大约五位老师来 分享他们用气功健身 防病治病的一些宝贵的一些经验 第二段呢 我们要请嘉宾的来分享他们参加这张研导会的体会 和自己对气功健身的一些感想 那么第三段呢 我们要请另外几位嘉宾的来分享他们对中医气功健身的一些一些感想 到第四段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小的讨论 看时间长短 我们掌握一下 那个看大家有什么自己的个人的想法和宝贵的经验和大家分享 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研导会呢 大约就是这么安排的 由于那个在开会之前呢 得到那个陶老师给我传递的消息 就是那个欧盟商务旅游峰会的那个委员会主席 Mr.Dan 他今天11点之前要走 所以呢我们暂时签临时安排把那个Mr.Dan Bostel 安排在第一个和我们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体会 包括他给我们这个这个研导会的一些祝贺 好我们有请Mr.Dan Bostel 在下的朋友 Mr.Dan Bostel 大家好我先我先说一下 我是陶丽灵 我给大家先分享一下 因为Dani也是我的病人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也是这个前议员 他很高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 所以呢我请他先作为代表发言 因为我说一句会比较好一点 好现在欢迎Dani yes I would like to warmly congratulate the successful first online edition of the EU coin conferen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originated in China and has contributed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world These last few years it has spread and is now also well developed in Europe With TCM clinics and associations in almost every EU member state Chinese and European TCM practitioners who have studied in China have not only relieved the suffering of the patients But also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inheritance and spread of TCM in Europe Today's event will be even more conducive to the spread of TCM and the enhancement of its social influence in Europe Last year was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COVID we could not carry out as many cultural exchanges activities as we would like have liked We are very happy that the vaccines are rapidly spreading but we cannot ignore the great role of TCM during the anti-epidemic period I believe in TCM This year is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elgium And also the year of cultural tourism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I hope that the near future Chinese medicine can play a greater role in the human health in Belgium, Europe and the world Natural and safer future for dissidents That is what we have and we'll keep aiming for Thank you very much 給 us 謝謝 Thank you Mr. Zai先生 好 下面我們有請這個這次研討會的發起人 歐盟中醫學院的教授 陶李玲 陶老師來分享他 在氣功 傳播氣功上面的經驗和體會 都請陶老師 谢谢主持人 我的声音就 非常感谢 尊敬的 驻中国驻欧盟使团教文处 车伟民公餐 尊敬的 中国驻欧盟使团教文处 向小伟公餐 尊敬的中国驻欧盟使团教文处 杨议员秘书长 尊敬的 比利时议员 Mr.Danny Bostels 尊敬的皇家中医学院 王德凤老师教授 尊敬的 德国中医药中心 戴金章教授 尊敬的 包括我们的 欧洲中医专家组的 专家 何嘉良教授 尊敬的 各位来宾 尊敬的各位同道 今天是我们 相聚在云端 来分享我们 在疫情中的 用云端抗疫的经验 共享太极 拥抱健康 2020 12月17号是太极生怡 纪念日 在祝贺太极生怡成功的同时 我们用云端来训练 提高 迷离 全球中医人 勇于担当 不如使命 守望相助 共克时间 欲情 无情 人有情 天涯海角 共克时间 太极气功 是以中医 古典哲学中的 阴阳五行 为核心理念 包含中医疏通经络 调和气血 等导引吐纳方式 以移养心神 强生健体活动 它在修身养性 强健体魄的同时 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它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预防和抗击病毒 成为全社会的重要共识 气功太极八段锦 它运动方式简单易行 是各地群众活动的重要选择 这个在疫情期间 我和这个英国的李辉 我们共同用这个网络的形式 推广太极 强生健体 在这里呢 我让这个李辉来 分享一下 这个网络的功效 现在让李辉来把这个网络分享一下 就是他的成功的和我们是 共同用云端来 强生健体 他取得的功效 而且呢 得到了伦敦市的市长的积极的 这个还授予金牌 现在请这个李辉教授给我们分享一下 喂 李辉 哎呀 是不是英国时间跟我们晚了一点还是什么的 差一个小时啊 哦 哎 他那里现在是 是 那等 等一下再分享我的这个 这个PPT等一下分享 那现在王哲峰老师那是不是可以让这个王德凤老师先分享一下 您的声音 王老师 王德凤老师 王哲峰 王哲峰 哎呦 天呐 他的声音 不是有人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静音了 哦 没有 没有 没有吗 也没有 他自己开一下 开一下 我 王哲峰老师把声音开一下 他在不在 他在啊 他听不到 他听不到你在呼唤他 那就不对 他听到以后能不能解除的 他听不到 那就走下一项吧 走下一个吧 然后待会再请他回来嘛 啊 那 王哲峰 请王哲峰教授 哎 请你先解除一下静音 要别人听不到你说话的 好了 亏了 耿直提醒了 现在我也开开了 可以了吧 那我来就场吧 今天呢 非常高兴 在这个 在这个 网络里呢 与中国驻欧盟使节 和欧盟国家的中医气功专家们 还有气功爱好者 欢聚玉堂 来探讨 气功抗议 这个严肃的话题 呃 在这个元宵佳节的这段日子里 我们每位海外游子 都有这个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的情感 但今年的元宵节 对于我们这些中医游子 更是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新冠 整整一年了 新冠病毒 以其汗猛 凶残 和狡诈的特性 席卷了全国的各 全球的各个角落 肆虐人类 夺起了数以百万计的生灵 人民在恐惧中挣扎 也给我们这个 原本是一个 和家欢乐的喜庆节日 蒙上了厚厚的 悔涩 焦虑的阴影 所以我们今天 想通过举办这场 气功抗疫活动 给大家带来 度过疫情的武器 信心和希望 我现在简短的 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们非常简便 医学有效 而且不需要 拖出场地空间 和随处可练的六音功 六音功是以 中医脏腹学说 和经络学说 为理论基石 受古代功法的启迪 而创编的一套 健身疗机的功法 他以 意领气 以呼吸 住气 以动作 导气 以 以音 催气 将意念 气功 和导引 这三个气功 基本元素 配上 各脏之音 来疏通 心肝脾肺肾 和心包之经脉 虚则可补 实则可泄 以达各脏腹之气的 阴阳平衡 功能运作正常 这套工法 既可用来养生 健身 预防疾病 也可用来 疗疾 确病 治疾 治他 自1990年 我在以 吐鲁兹为中心的 法国南方 传授推广此工法 一批西医医生 中医师 心理学家 瑜伽老师 体育教练 先读为快 率先习练 随后 广泛传播到 普通民众 30年来 已有数以万计的 法国人习练子工 强身健体 从中受益 去年 新冠病毒 蔓延欧洲 疫情 以其蓄猛的 知识 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 应民众的强烈要求 我们法国皇家 中医药学院 迅速组织 人力 物力 录制了这套工法 以过民主 治愈家 习练 帮助大家 度过疫情观 我们的高级网络工程师 王顺昌 也就是YouTube 中医 全球中医论坛 频道的创始人 以法 英 三种语言 把这套工法 搬上了YouTube频道 以授予全球民众 补费 护卫 抗新冠 下面 由王顺昌 工程师 播放一段 六音功的 其中一音 废弃功 王顺昌 老师 王顺昌 他在播吗 他在呀 我看见他在呀 他的声音呢 没有播放啊 你谢了一下 你的屏幕 王顺昌 老师 谢了一下 请来 上来 上来 靠回沟络的泻蝏洒 混沟络并去靠内 成功耳 Patty 在身體可以更能改善,更能改善一種能力 在身體上別的能力 有一個能力的能力 能夠改善你 使用什麼的習慣 在第一一步 可以提升自己的健康 而它可以在第二步 在使用的訓練習中的訓練習中的訓練習 是用於訓練習的訓練習和訓練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a fonction du poumon est de gérer la respiration. Il est donc à l'origine de la production d'une énergie vitale dans le corps. Il produit notamment l'énergie défensive qui renforce le système immunitaire et aide à prévenir de certain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notamment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respiratoires. Pour renforcer la prévention contre les pervers, contre la plupart des maladies virales, il est donc important de renforcer l'énergie du poumon et de restaurer, de garder un poumon propre, clair et pur, comme la clarté des ciels blancs du début d'automne. Maintenant, j'ai expliqué les détails de cet exercice. Le poumon en face de l'ouest et garde les deux rangs, même large que l'épaule. Avancer les pieds droits vers la direction diagonale, allonger les pas droits, même sensu que les jambes droits, et presque même niveau, même haut d'oeuvre que l'épaule. Alors, les pas droits, celui d'avancé, ne peut pas trop allonger, il est légèrement arrondi. En inspirant, avec le gros pouce, vous tirez vers l'épaule, tirez la main droite, et tirez la main droite vers l'extérieur, les yeux sur les mains et tiennent les pas droits de l'épaule. En inspirant, vous circulez les lignes du poumon, le poumon, le long de son méridien, risque de pousser. Je refais une fois, inspirer, expirer. Alors, attention, pour cet exercice, le poumon.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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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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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往后面走 找到我们的播放列表 这个是7公的播放列表 在7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视频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发布的 最上面的是最上面的是最新的 最下面的是最早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做的一件事情 王德风老师呢 王德风老师呢 在学校里面组织这个学校的同学练气功 而且常年在法国南部教授气功 但是很多人呢就想着学习 于是我们就把它拍成这个视频的形式放在网上 不仅能够供法国南部的人学习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学习 刚才我们看的是这个建肺功 是其中的第四集 这套视频呢 它不仅是用法语教学 里面还有中文和英文的字幕 整个的世界人基本上都可以涵盖 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六音功呢 王德风老师呢 还利用这个太极功夫扇 这一套 这一套健身气功帮助大家 这个太极功夫扇呢 我们可以看到吧 在我们学校里面非常的符合 王老师呢 堵着这些同学们 在教室的楼梯里面 在餐馆里面 甚至在公园里面 我们就是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地方去锻炼 去享受这套功法 利用这套功法 给我们自己进行 提高正气 同时也影响了很多人 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除了我们学校的这个 这些功法之外 我们这个全球中医论坛频道呢 还跟这个 那个很多这个中医大家 西方大加进行合作 比方说还有这个 江西中医药大学的 张文春教授 他们的视频也收录在我们频道 还有这个欧洲太极 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的 于家健老师 李辉老师 他们都提供了非常多 非常高质量的这个精品教学视频 也都录入我们的频道 目前频道录入他们的这个视频 已经超过了七八个小时 非常高的质量 非常多的视频 还有最近这个朱缅生老师呢 也联系我们 把他这套这个清肺一气功 专门针对新冠肺炎的这套功法 来搬上来 前天和昨天我们举行了两次了 今天下午是最后一次讲座 讲座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把他这套视频 再整理出一个精品来 向全世界传播 同时朱缅生老师还有这个 他想把他的丧失法器功 这个全部拿出来 通过我们的频道来分享 所以现在就是通过咱们 中医整个的这个 好多中医大家 还有健身大家的这个共同分享 我们的频道 影响面会越来越广 会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好 谢谢各位老师 我的分享到 到现在结束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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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王孙昌 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王泽峰老师你的声音 他不知道你的声音 你的声音 你的话筒打开一下 你的话筒打开一下 话筒还没打开 画筒打开一下 好可以了吧 可以了 可以了 误操作 误操作 对不起啊 好下面 我们有请人在德国的 戴金章老师来分享他今天 今天的题目 刚才我看到那个 他在留言当中 他说对 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对中医国际化的一些看法 我不知道和今天的这个研讨会有没有关系 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吧 再见吧 好 谢谢王泽峰老师 车工餐好 县工餐好 各位同道大家好 感谢陶院长和王院长的邀请 也很高兴参加这次云端的气功健身研讨会 那么前面呢 这个 两位老师呢 都介绍了他们 这个 在气功健身方面啊 包括这个气功抗疫方面的这个 做的很多工作 富有成效 这个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我们呢 在日常工作当中呢 这个气功治疗 还有这个太极气功的锻炼 就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内容 啊 那么我呢 想 这个和这个气功这个 借着这个气功这个研讨 这个机会吧 谈一点这个 对中医 中医要国际化传播的 一点 这个想法 啊 就是就我们北京中医大学 德国奎森医院 和这个中国德国中医药中心 奎森项目的工作 以及我在德国工作近20年的 这个体会 谈一点 中医药传播和助力民众健康的想法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 我们要坚持以 呃 疗效作为我们工作的核心 当然中医药 这个疗效呢 已经被几千年的实践所证实 啊 它也是中医药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 那么有了疗效 那么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 和这个 认可 啊 这个 呃 在我们 呃 30年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呢 我们中医药的 一共收治了大概三万多历次的病人 总体的险效率呢 在30% 有效率呢 在70%以上 那么我要说的是呢 这些患者啊 都是 西医长期治疗效果不好 啊 这个病称肠病经复杂啊 做过多次手术 服用强力 这个制成药 还有激素的 这些患者治疗难度呢 也是比较大 尽管如此呢 我们还是取得了 很好的这个效果 那么就这次疫情来说呢 在 两次爆发啊 在欧洲去年和去年 二三月份和这个 呃 年底的时候 那么虽然呢 因为条件所限 我们不能介入这个 这个新冠的治疗 但是我们采用以这个中药啊 以预防为主 这个在医院里呢 我们给病人服用我们中药的防疫汤啊 还有做这个耳朵 还有气功锻炼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医院的病人 没有一例啊 感染新冠 就住院病人在住院期间啊 也说明了 我们这个中药的这个 呃 效果啊 呃 还有吧 当然有我们气功的这个 很好的这个 健身 防病的效果 这是我想说的 就是要以疗效 作为我们工作的中心 第二点呢 我就是说中药国际化传播呢 还要是充分发挥中医的特色啊 啊 那么 说到这个气功呢 这个 我想呢 主要是治胃病吧 这个也是我们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呃 就是所谓治胃病啊 包括胃病先防啊 疾病防变 搓后防腹啊 这都是我们治胃病的内容 呃 前面的几位也都讲了啊 中国中医中医呢 这个 太极啊 呃 包括很多的方法啊 呃 养生保健的经验和方法 我们呢 在工作当中也是每天呢 要带着病人做这个太极气功 啊 那么很多病人回去回家以后呢 在住院期间学会了 这个这个锻炼的方法 啊 回去以后呢 继续坚持练习啊 强身健体 另外呢 我们还在这个流感季节啊 还有过敏的季节 给病人提供中药的这个预防感冒的啊 这个预防过敏的这个汤剂 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呃 这些说明中医呢 治胃病啊 这个多种方法都可以呃 这个这个改善病人的体质啊 减少这个疾病的发生 那么在08年啊 啊这个中医药呃 欧洲在罗马召开的吧 也是我们欧盟使团和科技部联合举办的吧 这个中医药国际 国际化推介会啊 我们医院呢 作为一个这个国际中医药国际合作的范例 做了这个介绍 从那以后呢 我们也开展了中欧预防项目的研究啊 这个在中医药治疗肥胖 代谢综合征等等 这些重大疾病方面呢 都都显示了中医的这个很好的效果啊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就是从治病到治人啊 从这个疾病的治疗到疾病的预防这个转变啊 理念的转变 那么中医呢都有很好的这个前景啊 也有很好的经验和方法 这是第二点 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医的这个优势和特色 那么第三点呢我想说的呢 就是说呃我们因为中医呢在欧洲还不是主流啊 还处于一种从属的啊补充的地位 那么我们如何啊让它更好的发展啊 就是还有一个涉及到一个中西这个相互融合发展的问题 那么我这个从我的这个工作体会来说呢 一个呢就是前面我说过的我们工作呢要坚持一个核心啊 就是疗效 那么要有两个坚持 一个呢坚持中医基本理论和基本观念为指导 包括我们天然合一的生命观 这个阴平洋溢的健康观啊 这个行身合一的这个养生观啊 还有这个正邪象征的疾病观 以及我们达致中和的治疗观啊 就是基本的观念 我们要坚持以中医理论和基本观念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导 第二个坚持呢就是要坚持发挥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那么我们的整体观啊 我们的辩证论治 我们的内外结合 我们的这个优势互补综合治疗 这都是我们的特色和优势 这是我们要要必须坚持的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当中要要三个方面并进 那么除了医疗以外还有这个科研啊 还有这个教学啊 就是一个核心两个坚持三个方面 另外另外呢我们还要有四种态度啊 啊就是中西医嘛 要互相融合互相配合啊 一个呢要互相尊重啊 这个密切配合 第二个密切配合 第三个呢就是说 我们要取长补短 第四个呢要和而不同啊 这样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协同发展 当然呢在这个工作当中呢 我们也做了以很多的这个中国啊 包括重要文化方面传播传播的这个这个工作啊 这也是我们这个中德重要中心工作的这个一部分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想这个借这个机会啊 就是谈一点我对重要国际化传播的一点想法啊 这个还很不成熟 不当之说呢 请大家这个批评指上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代言长啊 谢谢代言长 谢谢代言长 讲的不错 这个您那个就是在疫情期间 这个通过预防和有效的治疗 应用中医的理论 和您讲的这些很多的名词啊 都是很地道的这种中医的这种治疗方法和理念 另一个呢就是您在这个诊疗之余 还传播这个中医的太极气功这些知识 让他们回家呢做鼓舞的治疗 实际上这个就是属于治疗的一种延续 所谓三分治七分痒 实际上讲的就是这方面内容 呃 我觉得您这个在您所在的这个医疗机构 呃 做的真的非常扎实 非常卓有成效的这个工作啊 呃 开始我还怀疑 我说您讲的是中医药国际化 是不是和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联 我还担心有这个不是特别特别契合 但是您讲这个还真的很契合 啊 我这个中医中医从业者这个心里去啊 就是如果我们绝大部分中医 如果都能够在自己的诊疗这个场所之外呢 能够多教病人一些功法 就力所能及的简单的功法啊 都会对这个疗效有一个互补的作用 有一个弥补的作用 谢谢您啊 特别感谢 谢谢谢谢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您好 下面我们有请那个人在荷兰的 呃 叫 气功健身研讨会 呃 让中医文化更加深入欧盟各国 但是呢 同时也感谢那个欧盟针灸学院的 陶立林院长的邀请 所以呢 所以呢 呃 所以呢 所以呢 呃 所以呢 呃 八蛋井的一些功法 然后对那个人体产生的一些好处 我可以把那个我的PPT一起卸出来吗 可以吧 是不是可以啊 上上上上来 我不上不上来 可以啊 你谢啊 我有啊 我谢了 啊 那个share的话 我需要把这个host传给你 呃 等你讲完以后 你再传回来 啊 可以啊 你你你你你你你如果 你你如果 我现在进不进去 谢谢啊 稍等啊 我来把host传给你 好了 可以了 哦 等一下啊 好了 那我 我我要我要 我要怎么样进到我的audit 我的八蛋进来了 啊 ok ok 我把它 我把它放大 要不要放大 这样可以看得见吗 可以可以 可以看得见 那我就不知道 可以可以 你可以按一下F5键 直接播放 F5 八蛋进其实就是 呃 来自于那个少林的易晶晶呢 这些其实历史我就 在这边不多说 但是呢 他主要的是呢 呃 他呢是呃 他的优点呢 在于一个 不需要很多的器械 也不受场地的限制 而且简单 容易 而且适合于每个年龄段 男女老少都适宜 他有一种去病健身呢 对去病健身呢 对去病健身的效果也特别好 而且呢 他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 他可以 可以把八个 他呢 他呢 他可以把那个八个 八个 每个动作呢 就是一气呵成 大概15分钟的时间 你只要微微出患 他也就起到一种功效 但是呢 他还有一个特点 他可以把每一个动作分开 就是你可以锻炼每一个动作 也起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 呃 他呢 主要的好处呢 就是其实呢 就是中医的 知音助养啊 之类这些东西 我上面写 但是他也有动用 现在科学艺术的分析呢 他也有活动全身 关节肌肉 调节 精神紧张啊 改善 改善那个新陈代谢啊 增强心肺功能 各个生理机能吧 下面呢 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就是说 我每一次 我是跟我的一些病人呢 就是说 他每一次 练好以后呢 我主要跟他们说呢 就是他主要的关键呢 在下面他可以 舒缓某一些 哪一些疾病 比如说他自己身上 有某一种疾病 他就可以自己在 端独的在某一世上 下功夫 比如说你第一次 他有这样的腰痛 背痛 头痛 夜间冒汗 或者感冒发烧 之类的一些 身体不适 他可以用一个 第一次双手脱天理三交 他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 后面这些东西只是那个 这是个药领来的 一些药领来的 也不重要 只是在 然后呢 他第二次 比如说他第二次 他有一个对于胸痛啊 大小便不通啊 驼背啊疲劳啊 大腿无力 如果就是说 每个病人 他自己有某一些症状的时候呢 他可以去相应的去做每一次 但是当然了 你如果做这个巴士 全部做全套做也可以 就是所以呢 我就是在这一方面 就是专门的自己整理了一下呢 就是 每一次 每一次 大家大概有一个某一个 效果吧 治疗不同的疾病 第六四 就是说还有跟呢 第七四也是一样 不同的 有有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一个功效在里面 治疗病情在里面 大概我也就是大概就是说这些 这就是我在自己的临床上面呢 做了一些做的一些工作 然后呢就是结合这次的疫情呢 就是说能够也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个吧 就是增强体制吧 增强免疫力吧 自己的然后就是去抗吧抗育吧 至于至于如果你要真的是说针对那个疫情 我们也没有真的没有插手的能力 唯一的我们就是自身吧 自身强健了 那就是也就是可以自己抵抗那个疫情 我大概就是讲这些吧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可以问问 好好好非常感谢林老师的介绍啊 简明和药 因为这个八段锦的这个传播那个补给性非常强 几乎所有的就是从业人员 中医从业人员应该都知道这个八段锦 我也喜欢八段锦 八段锦您刚才介绍的是那个 就是一金经的那个佛家的八段锦 据我了解 对那是佛家的 据我了解呢 还有一个功法是道家的 我呢 呃这两种功法以前都念过 但是我更偏爱于这个道家的 呵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呃我感觉他那个就是疏通经络 疏通经络和调理气血 调理平衡的作用更深一点 对 对疾病的这个相关疾病的那种调理 呃延伸到这种治疗的这种延伸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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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深度的思考和理解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如果您把这个每一段功法更具体 对呃病症的这种治疗和调理啊 我觉得可能更对病人更有好处 这是您的发明创造非常好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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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为其实我也这样说吧 我其实因为我在自己的那个临床上呢 就是碰到某种病人的时候呢 我也不能教他一个巴士 然后呢我就根据他的某一个病症 然后我就教他一次 对这个就是因为他的 都简单对 对对对 就是让他这样 我们林大夫有创建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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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发断引的每一段当中 都已经指明了哪一段调理什么什么脏 什么什么部位已经指明了 这样的话您就更具体化了 我觉得更好 我一直把这个share给回王老师 王顺昌老师谢谢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 我把他我把他关掉他是不是 你需要退出来给回他 我退了我已经退了 然后王泽峰老师 我想说一下 刚刚我们关于云端气功的这个贡献 还没有share 我现在share一下 之后呢就把话筒交给我们的领导 好 现在我让秦米辉把这个我们云端气功的贡献 这个在线了吗 来了来了 好谢谢 王老师好王老师好 你好你好 等您老长时间了 不好意思各位老师好各位前辈好 我现在还看到有我的老领导 原来在英国大使馆文化处的王肖威那个领导 王主任 现在不知道您是在欧盟哪一个国家任职啊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是我直接的在英国的老领导 我们是在这个王肖威这个公餐文化部的时候 我们公餐一直在推广太极文化健身气功 给了我们很多非常有用的指导和这个发展方向的思考 我们就是非常高兴今天在这见到您 也是很意外很意外的惊喜 另外我还看到这个北京体育大学的胡小飞老师 好像也在咱们这个会场 也是我的老师就是前辈 在英国我们在英国也见过几次面 一起共同教学非常非常高兴 大家欢聚一堂 我是昨天晚上才受到这个陶会长的邀请 今天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所以分享的准备时间比较仓促 我呢就简单的应邀谈一下 我们这个云端太极气功在抗议当中的一些贡献 就是我们也给老师们和我的领导们做一个汇报 主要是我们在这个期间 从2020年3月 这个基本上英国封城以来做的一些工作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我有一点点这个很仓促的今天早晨做了一点点照片的分享 如果王老师可以把我设置成为可以分享的权限 可以把分享权限给我的话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林大夫 林明刚大夫 他还没有 请您把那个host 传给李辉老师 我怎么传我已经停掉了 就是说你是在电脑上是吗 对我在电脑上 电脑上您把鼠标往下面移 在下面中间呢有一个叫参会者 看到没有 点一下参会者 你把这个位置让出来 我怎么让出来 我已经关掉了 对 就是你的host 没传回来 你只是关闭共享了 你把鼠标往下移 找到参会者 找到没有 参会者 我全部是英文的 你个particular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s 找到没有 在最左边 就是下面中间 对我看见了 participants 找到李辉老师的那个名字 找到李辉老师的名字 我没有了 李辉老师的名字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我写的是中文的 我是不是很有发现他呢 我可以发现他 向共餐好 咱们 咱们又见面了 我就先落几句家常 先给您拜个年 先给各位老师拜个年 祝各位老师 向共餐 各位老师们 牛年大吉 牛气冲天 这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李辉老师 叫什么 李辉老师 李辉 两个字 他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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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较靠前 大概第五个的位置 点一下以后呢 后面有一个more 更多 然后就makehost 李辉 我看看 李辉老师的名字 李辉我看见了 我点一下就可以了是吧 点一下后面有个more more more 对more里面有个makehost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好了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打老 没关系 没关系 好的 大家能够看到屏幕吗 可以的 看到了 看到了 好的 这个我来看看这样 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这就是今天 昨天网上确切的来讲 我们大概定了一下 就是分享的这个题目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云端太极 当然我们太极各气功是相辅相成 守心守背的关系 太极对抗疫的贡献 在抗疫当中的贡献 那么先首先呢 跟大家很简短的介绍一下 我这个太极气功这个传承的背景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图像 我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就是前几天 在另外一个论坛上 英文论坛上 我做的分享 由于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我就没有翻译成中文 现在看我个人的家庭呢 是家传第四代 那么从我的太曾祖父 曾祖父叫李玉玲 他是1885年出生的 他在他的一生中 是我们家 就是从武 专业从武人员第一人 之前呢 我们家一直是这个 就是务农为生的 那么他是家里面的唯一的男孩 他三岁的时候就已经丧父 他的妈妈 他的母亲 怕家里面唯一的男孩呢 就是夭折 这样叫家里就断了香火 所以他就很小的时候 把我的曾祖父就送去 跟当地的这个 当地的习武的风气 还是很浓的 送去他跟专业的 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些 武术老师 那么他有一生呢 他拜了三位老师 为师 可能大家 对这三位老师 有的可能比较了解 那我也简单的说一下 他的第一位老师 叫郝恩光 郝恩光 郝恩光是和 是这个李存毅 在行毅派 尤其是河北的行毅 那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而且他们在国内的 武术界的影响也是非常大了 那么第二位的老师呢 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在咱们武学的大家 叫做孙露唐 可能有些爱好太极武术的人 会了解和知道 那么孙露唐是 孙氏太极拳的创始人 他本身对八卦掌和行毅拳 都有相当高的造诣 那么孙露唐 成为了我的曾祖父的第二位 拜师的师臣 那么第三位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习武的老师呢 是叫做李锦麟 李锦麟是武当派的一个代表人物 尤其是在剑法上 在这个太极啊 和这个武当剑的剑法 剑术上 也非常有高深的造诣 他同时也在 也跟杨氏太极拳 跟那个杨城府 也是很近的这种敌传的关系 所以我的家传呢 是受了这么多的影响 从行毅到八卦到武当 和杨氏太极拳和孙氏太极拳 这都是我曾祖父那一代开始 他就用毕生的精力 跟随这些老师 就是我们这个武学的大家 深入的学习 琴学不错 每天都 都是在这个 自己也 非常刻苦 钻研 所以后来 他由这个铁地 苍原和各种就是美誉吧 在武林界里面 有很高的声望和赞美 那么从他以后呢 就是两个儿子 他有我的祖父和我的叔爷 应该我叫叔爷 爷爷和叔爷 分别都在不同的领域 用太极拳气功 在这个中国的全民健身 和太极康复养生方面 都做出了一辈子的贡献 那么我的祖父叫做李天驰 他后来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 利用用这个太极和气功 专门在做这种康复 康养这个部门 帮助患者 用各种各样的疾病 通过用这个太极战装 和气功的各种 我们说调生调息调心 各种不同的手段 来帮助患者来康复 我的叔爷呢 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叫李天驰 李天驰 他一直在国家提委 在咱们是第一 新中国建立恢复 武术以来的第一届 这个国家武术队的主教练 后来又在国家提委 一直从事武术的传承 整理发展研究这种工作 那么他创编了 就是整理创编了很多我们叫做 规范就是教学套路 包括现在流行最广泛的 在国内国际上流行最广泛的 二十四世太极拳 都是在我叔爷李天驰的主编和纸笔下 完成的这些工作 那我父亲呢自己也是李德印 大家也可能就更熟悉了 因为是在他在很早期是第一批 用通过电视教学的办法 向您大众介绍太极拳 尤其是对于太极拳的入门 普及推广这一块做出了非常巨大和积极的贡献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家庭的背景和习武的传承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 我自己个人从小就非常喜欢 这个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思想 它不只是一个肢体运动 我越练了越觉得这个中国文化 在这个载体上面的博大精深 那么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我也尽自己所能积极的做一些贡献 那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汇报一下 跟各位老师我都做了些什么 这个疫情开始以来 有网上有一句比较幽默的话 叫做海外的华人是打全场 我们开始的时候呢 是支持国内搞抗议 用各种方式捐款捐物啊 但是后来全球爆发这个疫情以来呢 海外华人我们就变成是 就是要互相守望相助 就是以攻抗议 就是打下半场了 这个下半场打得很长 到现在我们还在 英国还在封城的这个尾声吧 我们的族群 英国是一个多民族的这种社会 我们在各种族群 包括海外的留华人 就是女英的华人社团 包括对尤其是对当地的主流 就是中国英国的民众各个族群 这个课程呢 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 我们讲座视频的使用量 差不多达到45万次 那么这个 这个点击量还是 或者是使用量还是蛮高的 我再往上看了一下 当然这个期间 还做了一些 线上线下结合的 稍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通过这些公益讲座 我们也为英国的医疗系统NHS 做了一些捐款 大概2000多捐款 资助当地的医院去买一些防护用品 另外也帮助协助语英的华人 发放一些防疫物资 也是我们的这个协会工作范围之内 跟配合英国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一些就是祖国对我们海外华人的 关心和帮助 现在就是说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们在这个公益 太极和气功这一段时期以来 几乎是不停的 包括成练打卡 周末领功练功 太极功夫扇 还有八段井 各种各样的 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做的一些活动 每周每天每个周末 几乎就是不间断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大家反应比较很强烈 也呼吁有更多的好的活动 在网上举行 我们就又举办了 在2020年举办的首届中英健身器功 八段井 网络视频大赛 让大家可以足够出户 参加中英跨国界的健身赛事活动 不仅给大家搭建了这么一个表演 比赛和交流学习的平台 也是向世界 宣传我们传统中国文化 和太极健身运动的 这么一种展示手段和方式 这个视频大赛呢 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多名爱好者都参加了 参加者呢 从8岁到82岁 那么数量和参与的国籍 都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 就充分体现了 应该来讲充分体现 八段井作为老少结疑的 中国民族体育运动 和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 已经深入民心 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那么刚才各位老师 尤其是林老师 已经在刚才的讲发言当中 说了为什么健身七公八段井 或者不管是哪一个版本的八段井 那八段井流行了上千年 有不同的版本 也是非常非常合理和正常的 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咱们中国文化的传承的一个 很有生命力的一种体现 不管是哪个八段井 哪个版本的八段井 它都有健身效果 所以已经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它的健身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好 这个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个还是可以做一些 面对面之前的我们的课程 一些剪影 左边 左边是我在 黄家 我跟他进行过 关于推广 中国太极拳器工 来协助 英国的全民健身运动 右边也是一些我们的 分享 那么我们做的这些工作 包括发放防疫物资 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和肯定 那么在这个议员专门给我们写信 这个右边这封信 是我们这个议员写来的祝贺和感谢信 他们知道了我们这个事迹以后呢 专门给我们发 就是颁发了 我们这个当地政府给我颁发了 无名英雄奖 还专门到我们这个中心来跟我们 就是祝贺我们 因为都是在封城期间 所以以后的 就是这个发展仪式 他们说疫情以后择日在举行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欣慰的是 能够得到主流社会 刚才讲到太极和健身器工 或者器工 走向社会 走向国际舞台 国际社会 我们需要做的很多工作 那么得到一些 在这个主流社会得到一些认可 也是我们非常高兴的 看到的事情 特别高兴的是 特别高兴的是 在去年2020年年尾的时候呢 我现在停止一下分享 特别高兴的是 在2020年咱们12月份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太极拳 能够得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能够生移成功 是一个特别振奋人心的喜讯 那对我们所有热爱太极文化 热爱气功文化 热爱这个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这些 践行者 传播者 教育者 都是一个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 那么 我就跟这个时候 跟我的师兄 欧洲 欧洲一业集团董事长 瑜伽健老师 我们呢 就希望通过 借着这个 生移成功的这股东风 把我们中国太极拳文化 气功文化 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 让这个健身气功文化 发挥更多的光和热 给大家的全世界人民 都带来更多的幸福和健康 那么我们在一起 在这个欧洲太极文化 推广公益论坛这个平台上 就推出了 一周一太极这么一个栏目 向欧洲的朋友们 同胞们和就是 任何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欧洲的爱好者们 传播太极拳和气功 我们从24世这个 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 这个24世太极拳开始 不仅对太极拳的每一个动作 和要领进行细致清楚的讲解 而且把太极拳的这个内在的内功心法 就是他这个原理行权的权理和权法 和太极拳每个动作的经络走向 这样跟我们中医结合起来 跟我们治病和这个治病的作用 连结合起来展示给大家 帮助大家更有效的理解太极拳 这个他的健身效果在什么地方 提高这个爱好者 这个拳友们的健身效果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做的是非常 我自己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写手 跟我们所有欧洲的同行 老师们一起继续 在这条天人合一的这个道路上 继续跟大家一起携手 把太极拳文化 太极文化 气共文化 推向更高更远的天专为人类健康 和这个身心的健康吧 天专家吧 那个尽我们一份应有的力 好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 这个主办方 陶会长和王老师精心主办 非常感谢 又跟我在岛领导 这个向公餐分享了一下 汇报了一下 我们最近的工作进展和情况 也非常高兴和荣幸 跟胡晓辉老师和各位老师 也是做一个简短的汇报 那我就结束今天的发言 感谢陶会长 祝大会圆满成功 好 谢谢 谢谢李老师 还真没看出来 这个 咱们这个一个小小的论坛 居然出现一个太极名门之后 底下这个名门之后 李德印老师那是在中国的太极界 但是响当当的一个头面人物了 正好借这机会 李辉老师把这个李家家婆都亮起来了 这个这个 而且把这个太极功法弘扬到所在的国家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做了这么多的功德 真是功德无量 谢谢您 谢谢王老师 谢谢您 好 那个 今天啊 咱们这个研讨会啊 有好几位欧盟使官的官员 在咱们这个研讨会当中 原来呢 这个陶老师他们计划是把这个 几位官员的放在前面来讲话 好 后来觉得呢 这个 这个 气功呢 这个还是比较专业的 我想呢 可能 呃 如果官员签讲的话呢 可能不知道从何下手 所以把 几位有 这个 有有经验体会的老师的 放在前面来讲话 然后把这些官员呢 放在稍微 呃 稍微沉一下 可能他们讲的更有针对性 好 现在这机会呢 我们把这个时间呢 让给这个欧盟使官的呃 呃 教文处的那个公餐 车伟明老师 请他给我们来谈谈他的体会 好吧 有请 呃 车老师 在线吗 嗯 在线 好 有请您 谢谢王老师 有请您 嗯 谢谢王老师 嗯 谢谢 陶会长 各位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中医 要机构的呃 负责人啊 会长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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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波斯蒂尔先生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尚无好 今天呢 我和我的同事非常高兴 能够参加首届欧盟云端气功健身研讨会 尽管是一个云端的研讨会 我也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老朋友 包括张维红教授 包括肖美兰女士 那么也非常高兴 刚才听到了一些来自欧盟国家的专家 教授 学者 关于中医 中药 中医保健方面的一些讲座 深受启发 印象非常深刻 那么春节刚刚过完 借此机会呢 也是表达我们对大家的一个新春祝福 祝愿大家新春吉祥 那么另外呢 大家也知道 从去年到现在 全球范围内 我们都面临着全球的 对于新冠肺炎的 那么一个抗击运动 那么我也感到 我们各位专家 在各个国家 在全球的抗议中 都是尽心尽力 特别要感谢 各位对于祖国 抗议的一些大力支持 我们都经历了这一个过程 我也是深受感动 包括抗议初期的 对祖国的这个捐款捐物 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支持 同时呢 在这一年里 我们处在欧洲 大家呢 也都在欧洲的地面上的 抗议工作中 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所以借此大家呢 借此也表示 我们对大家的一些感谢 那么今天的这个研讨会啊 是关于气功健身的 那实际上也是 大家都是从事中医中药 这个行业 那么在中医中药的 这个应该说这一年来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 这个斗争中 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包括保健 预防治疗 辅助治疗 那么刚才像太极啊 气功啊等等 我想还起到了一个 另外的一个作用 就是调节心理的作用 那么昨天呢 我也看到了 习主席呢 刚刚签署了主题令 发布了这个 在我们国内啊 发布了中医药法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也就确立了中医药 在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 合法地位和作用 大家知道在国内 实际上呢 我们很多的这个治疗 都是中西医结合的 所以国家鼓励 中医西医相互学习 相互补充 协调发展 发挥各自的优势 促进中医药的结合 通过刚才的 各位专家的讲解啊 还包括播放的一些 这个视频啊 我也是看到了 我们中医药 包括气功啊 包括太极啊 在欧洲的影响越来越大啊 那么实际上呢 也是得益于各位的 大力的推广啊 特别是我刚才看到了 有一些专家介绍 在一些这个 在线平台上啊 包括YouTube上面啊 也都做了大量的一些 这个关于太极啊 包括八段锦啊 包括一些这个 中医药文化的 一些这个传播啊 我相信啊 看到了大家 已经展示的这个成果 点击量很高啊 我相信这个 我们在这个 普及中医药文化的过程中间呢 结合着这个新技术的发展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驻欧盟使团呢 在过去的一年里啊 也一直和大家一起啊 协同抗议啊 我们呢 也在推动中欧 在各个层面的合作和交流啊 那么我所在的教文处啊 我们主要是在推动中欧 人文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啊 特别是包括文化遗产啊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 太极气功啊 中医保健文化的在欧洲的这个 希望能够推进在欧洲啊 和欧盟范围内啊 和更多的成员国建立这种啊 中医药的正式的合作和交流 包括是不是能够今后啊 朝着呈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方向发展啊 那么我们也住也是希望啊 那个中医药文化啊能够在促进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 发挥重要的作用 祝愿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啊 另外呢 也想借此机会啊 介绍一下我的同事啊 向小伟公餐 他是刚刚加入到我们驻欧盟使团教文处工作啊 今后呢 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在中医文化方面啊 多多的交流 向公餐呢 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啊 刚才李辉会长呢 也介绍了在英国 他是我们驻英使馆的文化公餐啊 长期从事中外文化的交流啊 所以我们也我也特别高兴 能够和向公餐一起工作 现在呢 请向公餐呢 给大家打个招呼 或者说两句话 好 欢迎向公餐来讲几句吧 好吧 欢迎 谢谢王老师 谢谢陈老老师 谢谢车工餐的介绍 非常高兴呢 能有机会参加呢 今天欧盟云端气功健身研讨会 这个会呢 开得非常好 也开得非常及时 那么我也非常感谢呢 各位老师呢 能够分享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间 对气功功法在欧洲地区推广啊 那么对于 保证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 那么所做出的贡献 所以说呢 我们也非常期待着 下一步呢 跟各位老师 各位会长一起共同工作呢 进一步的把这个气功 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形式呢 能够更好地推广起来 正如刚才车工餐讲到的 这个气功呢 作为中医的传统医学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今后呢 会在中医的这个 立法的这个框架下面 同时呢 也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的 这个太极作为文化遗产 还有我们的针灸 作为文化遗产的这个框架下面呢 能够呢取得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会和车工餐 作为这个在欧盟使团 一起呢 期待着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不光是推广这个 我们的具体的疗法 功法 那么更重要呢 我们也是希望一起与大家 深度挖掘这些功法 后面的文化的内容和含义 它的哲学的思想源流 这样的话能够尽可能地 把这个中医疗法呢 那么建立在更加深 更加广泛的一个基础上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向公餐的讲话 也刚才谢谢刚才那个 车工餐的讲话 两位官员呢 就是感觉 这个讲话比我们水平要高 那个高屋 高屋建顶 起点也比较高 讲的范围呢 中阔都都 涵盖面比较广 目前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中医呢 目前都在尽自己的力 力所能及 从中医的角度 包括从防病治病 还有气功保健这些东西 都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做的工作有多有少 但是都在寄心尽力的来做 发挥的作用都是不可小事的 都在传播的中医的传统和文化 我呢从那个陶老师那里得到呢 说这个咱们欧盟使团 这些年来一直在为中国在 就是海外的这个 这个这个文化和传统呢 做了很多传播的工作 所以呢 就是不论官员也好 还是中医也好的 感觉都是通过不同的桥梁 来传播这些有意义 有价值的工作 希望呢 这个欧盟使团呢 在以后未来的这个 和欧盟各国的这个交往当中呢 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为我们的这个传统中医呢 能够多做一点 更多有实际这个作用的工作 好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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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 我们有请那个欧盟使团的 那个 陈祥 他今天呢 是作为一个个人的身份 来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的 他那个 他也是一位气功爱好者 所以我们想借这机会呢 也请他来谈 知道他 我们就是说 接下来是作为这个研讨 是吗 王老师 现在陈老师在 在现吗 能不能谈谈谈他的体会 就一个人的身份 可以吧 没关系 就是 接下来的这个 您就是组织这个各种研讨 可能 我们先请张卫红教授 看看他有没有 好 那我就 接下来 可以听到讲话吧 好 好 很高兴啊 真的很荣幸 首先我觉得这次 办这个第一次首届 欧盟云端期工会 首先要祝福我们主办者 特别是我们陈丽联合会长 我在今天我姐的事 做了很大的工作 把大家 就是说 一起聚集到一起 那我想呢 我可能参与一些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张维红 我在国内呢 出生医学世家 所以从小就赶上到父亲 这个中西医结合 深有体会 另外呢 我在国内是临床专业 但到国外以后呢 在比利时 做的是公共卫生 刚刚大家也讲了 这气功主要的一点 与预防为主 所以说我们公共卫生呢 就是预防为主 而且呢 是大众化 全体化 所以说呢 跟我自己的兴趣 跟这次 今天的主题也很结合 但没有讲这样的 因为陶医生 交代我的任务呢 就是说 负责这次讨论的主持 我想咱们这样好不好 因为大家各层 每个人参会者的 就对气功的了解 都同 有的是专业的老师 刚才也说 有的是气功世家的 还有一些武术世家 还有一些是爱好者 还有一些呢 可能是其他 所以一些医学临床 西医方面的 我想咱们大家 这个讨论呢 其中三方面 听听大家 首先 每个人你发言的时候 对我气功的理解 待会我们会成 我们有陈老师来介绍一下 另外呢 对我气功 你是否参与 你参与之前 参与后 你的感受 另外呢 我今天提到的很多 我看咱们气功 有很多的学派 所以说 我想说这个学派 就是说 气功不同学派的看法 因为这可能是要专业的 今天就听了几个学派在说 在每个人发言之前呢 我想大建议大家 先介绍我自己 就是说 你是谁 来自哪里 你的专业 大家知道一下你的背景 另外呢 咱们发言啊 要控制点时间 我想每个人给大家多发言点机会 每发言在两到三分钟之间 所以说今天呢 就是这样的话呢 咱们大家每个人的机会都有 这样的话 我想是不是控制到半个小时 我想是 因为今天是个周末 大家都很辛苦 已经开始两个小时了 是否可以 好 下面来把话筒给大家 是不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做欧盟史团的常老师 您先做一个爱好者 或者说以个人身份 来介绍一下您的经验 话筒给您 请 如果 如果 如果陈禅没有准备好 那我现在可不可以先请这个胡小飞 胡小飞教授 北中 北京体育大学 他一直在布鲁舍尔来传承这个气功 我先邀请一下胡小飞教授 好吗 对吗 北京已经现在已经是几点 七点 晚上七点了 在北京吗 对 我看他很早就进来 然后不好意思啊 就陪着我们 没关系 或者是其他的人嘛 或者其他的人 谁好 谁可以发言嘛 因为我觉得这里 今天参加爱好者 大家是不是可以 以这种举手的形式发言呢 王老师你看 或者说你 你对一是几手 或者在留言区 你说我可以发 有没有想谈一谈自己的感想 围绕气功 你对气功的理解 那没有的话 我先问一个问题啊 问一下我们专家 这样的话 就是今天我就听了 讲了几个这个气功的 不同的什么 八锦段啦 八段锦 我不知道 还有这个 刚才咱们今天讲的 就是说 气功有几种不同 这些 他们有没有共性 就是说的共性和特性 都是什么 当然这是给专家 咱们今天介绍专家人讲 为什么不出来不同学派 当然大家讲 都说是预防为主 但是预防的话 大家是增强 就是说自己的体质 和免疫力 但是呢 各自呢 又出现一种 各个不同的学派 我就说这个学派之间 他们的共性和异性 就是说是 谁能解释一下 不是给专家们这些 你的提问 我看了有一个人 现在举手 这个 我们 我们牛 牛大夫那儿 牛大夫那儿 举手了 是不是 请讲牛大夫 我看不到 他是在 您可以举手 下面有个就是那个 他举手了 就是那 为什么 我现在可以讲 可以 欢迎牛大夫来 你没有打开 可能 几手但视频没有打开 好 OK 我没有打开视频 我是个大肥猪 没有关系 欢迎来自 甄兰的牛大夫 这样我讲两句 咱们刚才讲到了 这个武术 肯定有很多学派呀 咱们中医也有很多学派呀 就是这次主要是 我知道 那个时间的比较仓促 我相信下次 那个陶老师的会 给咱们安排 各个学派的武术 大家一起来 好好好 论健身的问题 肯定没有问题的 好 我接下来 接下来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呢 是这样 我们大家都在国外 大部分就是做中医的 做中医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的感觉啊 是我个人的体会 不知道其他国家 一样不一样 因为我在芬兰 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而且特别的偏僻 我们只有五百来 五百五十万人吧 还不到 就是非常少的人口 所以呢 我讲一下 在芬兰呢 我们做中医的 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东西 任何时候 不要讲出来 谁谁谁 是你的病人 病人 每一个病人 都是隐私 你不可以说 这个医员 是我的病人 这个朋友 是我的病人 这个教授 这个校长 是我的病人 永远不要说出来 他本人可以说出来 我们不可以说出来 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呢 你们知道不知道 这个因为我看到 我们有欧洲 欧洲议会的中国官员 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们的中医 没有在世界上注册 知道不知道 如果你在芬兰讲 你是中医 这个中医在芬兰 是违法的 你们知道不知道 芬兰有这个中国的 有文化参战什么 他们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他们不知道 他们一点都不懂 这个法律 所以呢 不管是科技参战 文化参战 他们就理解不了 但是在芬兰 芬兰报纸上 有一段时间 在大概十五六年之前 登文章 两个报纸都登 就是不点名的 在骂 骂中国人 说是中医 后来我就打电话 问你说的是谁 因为中医就这几个人 真正的中医 就是两三个 其他的虽然人家 不是真正学过中医 但是人家是中国人的 我也不能说人家不好啊 报纸上就是这样 不点名的说 我就说你说的是谁 把名字说出来 你们敢不敢 我跟报社交涉了 报社不敢 后来报社没办法 就是登了一篇 说是因为中国人注册的时候 不懂这个中医 是违法的 所以中国人讲中医 所以在芬兰 我可以说我是搞针灸的 我都不可以说我是中医 我说的话我就违法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中国的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驻外使团 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为什么没有在 欧共体里边注册中医 这个名词是合法的 就是因为没有注册 我们所有都不合法 这个对我们很不好 然后呢 再讲就是我们以后 肯定是要搞 大家就是各个学派的中医啊 各学派的武术 大家一起 我和我先生呢 是赫尔兴基大学文学院的 我们那是去年跟着简教授 就是也是巴黎的一个 他是广州中医院的 硕士研究生毕业的 然后他在巴黎开诊所 但是他也开武馆 他们家也是好几代 都是搞武术的 他是广西人 我们是跟他练了这个 就是名字就叫什么 这个高中 这个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的预防 这个保健操 那个也是相当不错的 很好的 但是呢 我个人呢 在芬兰曾经帮芬兰人翻译过 这个巴断锦 是芬兰人教的 芬兰有一个很好的中国人 他教太极 他也是中国很有名的武术 张什么呀 张健张什么 我忘了 因为他搞武术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把病人介绍给他 因为我自己不搞武术 但是我觉得芬兰人练巴断锦 那我有一点感觉就是 用脑子的人练巴断锦 对他的脑力这一点非常好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武术专家 有没有这个体会 是真的 因为我 芬兰人少嘛 你什么都得干 很多东西刚开始没有职业翻译 都是我们翻译的 所以就这个东西 刘老师你控制好时间 刘老师 我发言完了 我的东西完了 你们大家接着讨论吧 我就是说一点这些东西 OK好 不好意思 您发言很好 首先您提了一个隐私的问题 这是对的 因为这是 我姐今天 必定是咱们中国人之间 一个内部交流 内部交流 是一次嘛 咱们就是说吸气经验 您说的很对 再就是在用词上要更严谨一些 就是将来就刚才我们 车工赛已经说了 这些中医更的科学化 对吧 这些话就是慢慢来嘛 一步步来 现在我们更探多探讨的是一种文化 在中医上文化也很多 哲学上也很多 下面呢 我看已经有人在联系 已经报名了 这是王顺昌 法国的王顺昌老师 您要发言 下一位就是彭嘉玉 来自比例学的彭嘉玉 好吗 王老师请 好的 我看您在留言区说有话 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 可以 好的 可以 就是我呢 作为气功的爱好者来发言 首先介绍我一下自己 就是我呢 现在是在 王顺昌老师的那个 法国皇家中医要学院学习 是他的学生 中医呢 就是我也是 在这个领域里面也算是新人 气功呢 也接触了一两年时间了 我来分享一下我对气功的感觉 我觉得气功呢 我把 我把气功推荐给我身边的亲人朋友 所有我关爱的人 我都给他们推荐 推荐气功 我就说 你假如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 也没有这样的决心 去系统的学习中医的话 那么你可以练习气功 因为气功和中医呢 它是同一同源 一文一武 互为表里的关系 如果你把这个气功练好了以后 那么你的身体就是健康的 所以我所有关爱的人 我都希望他们去练气功 我自己的体会呢 就是通过 练了几套气功之后 自己感觉到那个气血奔涌的感觉 像气功里面说的那个酸麻 胀痛 冷热 寒凉 包括空 大小虚 等等 还有斗 跳 疼 各种各样的感觉 在练气功的过程中 我都能够体会出来 体会出来之后呢 对于我们学针灸 学中医的话 就是一点就通了 就知道我们中医的 治病原理是什么样的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中医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本人也是非常大的受益者 在练习过程中呢 会出现一些 手特别的冰凉 特别的青紫 最后那个寒气给排走了 排走了以后 浑身就特别的通畅 所以我是他的受益者 也是他的学习者 希望更多的人过来学习 好 我的分享到此完毕 谢谢各位老师 好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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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有一个比利时来的 彭嘉玉 他要分享他的经验 是吧 报名分享 是不是 彭嘉玉 比利时的彭嘉玉 在吗 我看在留言区留的 如果他不在的话 他刚才在留言区写的 也没有听到 其他的人有什么感想 我在 张老师 请 请 请 我的话筒没开 我是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 就是这段时间 在疫情期间 因为都在家里 大家都在家里办公 然后我自己是一个 教那个中文的老师 在一个比利时的一个成人教育中心 我学生都是比利时人 都是成人 我自己的学生有 有五十 五十多个 然后整个学校 学中文的有一百多个 那么呢 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这个爱好者 这个中医和 和这个气功啊 各种锻炼 在这个疫情期间 因为 不光是我们 那么全比利时人 他们都在家办公 那么大家就是运动太少 我自己就想着 给这些学生 自己再搜索了一些 网上的那个什么 这个颤手工 还有甩手工 还有 因为这些是特别容易的 特别容易的 那个不像那个太极啊 这个八段锦啊 需要老师来教 所以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觉得 这确实一个问题 大家运动太少 比如最近有一个学生 他发生了那个中风 他才四十多岁 我觉得这可能跟 跟这个缺乏运动 气血淤阻关系 有时候压力太大了 那么就突然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 每个人都非常需要 今天我觉得参加这个 讲座真的是大开眼界了 看到大家在这个网上 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特别是英国的王德凤老师 和王顺昌老师 法国的王顺昌老师 他们已经有一个网站 在YouTube视频上 已经有这么多的分享 这个以前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会马上把这些 这些视频分享给大家学起来 那么我自己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 六音功 对吧 王德凤老师分享 和王顺昌老师的 他们视频做的这个六音功 那么这个六音功 如果我们想学的话 是不是跟着视频学 还是就可以了 跟着视频学 对不对 对 六音功呢 除了这个基本的演示之外 还有王老师呢 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在里面跟着视频学就好了 基本上能够达到90%以上 都能学会 如果有具体的原因呢 如果有具体的问题 还可以再问王老师 这些细节 好 王老师说的是法语 下面有中文字幕 对 下面有中文字幕 有中文字幕 对 看视频的时候 打开中文字幕就可以了 那么就说 这个对抗这个 新冠的话 是那个肺的那个 肺部的那一段 是不是这段应该 多学一点 多练这段时间 还是别的也可以一起 或者先练这个 然后以后再学别的 也可以是吧 是的 可以 就是在新冠呢 因为它对肺的影响 比较大 可以先练练这个 但是其他的 像心肝脾肺肾的功能 好了以后 那么它对肺也是有 是有好处的 对对对 他们都是统一的 所以建议是全练 好 谢谢 谢谢 给达的很好 对 王老师您 我想起原来有一个叫六字诀 六字诀的那个功 就是诗 就是用这个肺的诗 还有虚 还有这个就是练习 我们五脏的这个 对应着六个字 您这个跟那个有没有一点 是有一点类似 但是这个六 但这个六应功呢 是王老师专门根据中医理论 从治病的角度去研究它的 所以是又发展了一大步 是跟我们的这个恢复健康 直接相关的 嗯 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可以去视频的下方 看他的那个文字内容 嗯 好的 我觉得很好 谢谢 这位参与者很好 提的问题很现实 我们这个王老师解释的也很 很实际 哎 直接给出 下载我看一个叫余嘉健的老师 在提首要发言 哎 余嘉健老师您请 哎 谢谢老师 哎 你好 看得到吗 我这什么 看得到 哎 谢谢 谢谢 谢谢陶会长的约请 今天呢 嗯 我在从伦敦到波鲁塞尔的 这个欧洲之心上 嗯 怕心而不好 抢两句话说 这个还没过隧道 呃 先呢 给大家拜个年 祝全体的华人华侨 新春愉快 牛年大吉 金牛行大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OK 呃 非常好 嗯 这个云端的会议啊 现在 嗯 大家伙呢 都是利用 都是在家里头 这个这个 没有没有机会 在一起锻炼 用这云端呢 给大家伙一块 做这个 提供的 太极的推广呢 对大家伙的健康 提高身体素质 来抗击疫情 是非常非常得当 嗯 嗯 信号可能不太好 信号不太好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期间咱们等这个 这个余老师上来再接着讲 其他人有什么看法或想法 或有什么经验要跟大家分享 或有问题要问的吗 我看我们有个外 有几个外国人 这样 如果没有其他人讲 我也讲了 听得很不错 好 我 蔡老师 好 蔡老师 你讲 咱们也认识 那王老师 王德凤老师 咱们也认识 咱们是校友 来自哪里 自己报一下 让大家认识一下 中教大学的 原来是 现在是在巴斯罗纳 西班牙 西班牙巴斯罗纳 那个巴斯罗纳中医学院 那个也是我们成立的 另外我们这里也有一个 中国中医师的学会 就是在国内是中医师的 现在在西班牙的 我们有个中医师的学会 那我现在也是会长 巴斯罗纳中医学院 就是我成立的 因为 我把这个电话给 因为我们这个学校 不是很大 但是特色 可以说就是 其功方面的 所以今天 我是昨天晚上看到了 那个王德凤老师 在群里发的一个 每篇的广告 因为我原来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进来的时候 也晚了 问了一下 那个戴金章 戴金章是原来我们同事的 也是 也说我们校友 就是戴院长 在德国的 那么他告诉我 那个密码 因为我在广告上 只看到那个 ID 没有看到密码 进不来 刚才听了一下 那个大家说的 我觉得都说的都挺好的 这个确实中医气功 应该推广一下 包括太极 就是平常 因为前一段时间 曾经开了一个 就是全 这个西班牙语国家的 一个会议 就中医方面的会议 那那个就是 也是连线的网络会议 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 我也是介绍了一下 就是气功 怎么和中医结合 怎么样 特别是跟针灸 怎么样结合起来 也做过一个发言 就是 确实 作为一个中医生 如果不懂得气的话呢 确实他的水平 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会到很大限制 因为皇帝内经 你打开 全篇都在讲气嘛 那气不是一个概念 是实实在的东西 那只有通过练 你才能体会到 然后呢 结合到你的这个 工作当中 对吧 因为我本身是 北京中医药大学 过去是北京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系的这个老师 所以呢 在这方面 就是针灸和气功呢 就是结合的更紧密 那么现在呢 咱们当然 有一部分是专业方面的 这可以每天 有时间再组织一个会议 专业方面讨论 但是今天的会议的主题 我看了一下 好像主要是在中医 通过中医或者太极气功 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做一个推广 对吧 然后呢 在特别是在欧洲 现在确实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人 对这方面感兴趣 因为在00年 我第一次来西班牙的时候 因为当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 工派 派我到这来工作 那个时候 这儿我说气功 没有人知道 这个词啊 没有人知道 那么在近十年吧 或者说十一二年 通过这个 就是咱们这个健身气功的推广 因为国家也出了一定的 这个 出了一些政策 是吧 特别利于这个 气功推广 派老师来 所以呢 这个 这十几年呢 这个气功一下就 最起码大家知道 这个名字了 那么这个健身气功呢 在推广上 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呢 有 有一定的问题呢 就是说 它的这个水平层次呢 应该再稍微提高一点 因为刚才我看到 前面那个郁嘉健老师发言 现在可能掉线了 那么我也看到 郁嘉健老师 肯定在这方面 是有一定造诣的 那个 就是说 大众性的推广 但是还是需要一些 专业人士的指导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 大家都知道 那个 医学气功在中医的 这个 现在国内的中医学院 是一门课 对吧 就是一门专业课 我不知道 这个咱们年龄大一点 可能都不知道 因为在我上学的时候 没有这门课 我是因为本人爱好 这个 所以一直在练 但是呢 就是说 现在已经是一门课 在真推系 是必修课 在其他系 可能是选修课 是这样的 所以在 一个是推广的 就是保健方面 是吧 那么大众都可以练 那么 最能有说服力的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医学气功 你交给病人 他练好了 这个就更有说服力 是吧 因为他是有针对性的练 那你比如说 刚才有人提到 那个八段戟 是吧 那八段戟 他每一个 试 每一试 他有针对性 那么你可以教 病人应该怎么练 那这个呢 也是应该 大家就说 要有一定的专业人士 就知道 所以我这个 有一个建议呢 就是说 原来一直想 但是没有这个能力 去做了 今天那个王德凤老师 还有那个 陶老师 是吧 组织的这么个会议 我也看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说 是不是能不能 做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在欧洲范围内吧 组织起一个团队 那么这个团队呢 可以 互相的这个交流 然后呢 组织一些个活动 因为 欧洲 他确实这儿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各个国家 语言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团队呢 之间呢 可以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也请过 我这几年 我请过 那个北戴河 气功疗养院的老师 来过 连续 连续五年吧 每年都请来 办一些班 就是气功 他北戴河 气功疗养院 他是内养工嘛 内养工的 气功帮 那效果挺好的 那么当老师来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也知道 他同时也去德国 他同时也去法国 对吧 有时候也去过 比利时 因为那个 和陶老师那时候 上次见 也是因为那个 刘亚飞老师去 那个也是 当时也是 欧盟使团 他们搞的一个活动 那么那是 五年 五六年前了吧 搞的一个活动 在比利时 对吧 那么欧盟使团 他们做一个活动 那时候我也去了 那时候我也去了 专家来的 不鲁塞尔 对吧 还看那个节目 文艺节目 有一次 对吧 这个呢 就是说 请一个国内老师来 大家各个地方 都一起 一交 那么各个地方 可以组织 这个方式 我觉得还是挺好 原来我 因为现在这几年 也都是这个方式 来的 这个老师 那么呢 可以请不同工法的老师来 那么大家呢 合作 不好意思 蔡老师 蔡老师 控制好时间好吗 因为还有可能 我就是这么一个建议 这个就是一个建议 完了呢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一块弄一下 因为在针究方面的班 我们这么也弄了 比如说 郊顺发老师来 对吧 那么其他老师来 也都组织了 这样的班 所以像这个挺好的 这种合作形式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 对 很好 很好 我看好像是李老师要 法国的 法国的王老师要发言 对吧 是不是你要 已经发过了 我看还有一个 还有一位在本法国的 在举手 您举手 您讲 您的话筒没有打开 瑜伽健又举手了 他现在是不是又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 您没有写名 可以 法国 您没有打开话筒 法国的那个 六音 这是那个 六音气功 对吧 六音气功的发起者 但您没有打开话筒 瑜伽健 可以先 现在可以 让他讲一下吧 你俩不管谁讲 谁把话筒打开 两个人都没有开话筒 瑜伽健已经开了 好 余老师您讲 我们现在再次法国的 您因为没有开话筒 再讲 关到王老师 好 余老师您讲 好 余老师可以吗 一家见老师 还是听不到 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可以吗 好好好 你讲 有隧道 有隧道 好 现在信号 好 我吗 这是您 你一家 谢谢蔡老师 谢谢蔡老师 跟网上跟蔡老师交流过 没见过面 头一回 非常非常好 谢谢 我没有见过面 我呢 是 我呢 是 04年到的英国 在英国 06年建立了 太极健康中心 以中医器工为主导 针酒草药 都是全方位 做的连锁公司 做的还算 还算大伙还比较认可 我们呢 2018年到的布鲁塞尔 做了欧洲医业集团 正赶上疫情 在去年的三月份 我们成立了一个 欧洲太极文化传播公益论坛 因为防止疫情嘛 我们把国内的气功大师 家居风水大师 包括佛教界的活佛 都请到我们这论坛里来 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给大家提高免疫力 安抚大家的心理 大伙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 热衷于这个平台 刚才蔡老师说的 以后欧洲呢 做这个大伙集体 做一块 做这个事情呢 抗议也罢 强身战体也罢 推广气功也罢 还是太极权生意也罢 这些个呢 我们大家会一定要 集体的暴体团来 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呢 就说我吧 简单的介绍一下 从小呢 爸爸就教 练这个 现在说叫启功啊 实际上 我们就叫功夫 功夫干什么呢 就是为了以后 因为我们家祖传 十三代了 就说练出这个功夫来 把这气的练到手指上 说是为了扎针而用 扎针的效果 飞经走气啊 迅速的在身体上 病人的身体上传播呀 哎呀 都是非常特出明显的效果 现在呢 你一直不懂 现在就知道 这个练功夫 不光是为了针举而用 实际上 就是把你的正能量 练出来这个 所以说我们在三四个月前吧 跟这个 咱这个欧洲凤凰欧亚的 这个这个总编 他是咱自由大学的 这个这个 法律教授 他的执笔 因为这蚊子太蚊子量太大了 完了把这个就整理出来了 准备的以后呢 有机会 还是功夫于众 跟大家伙一起共同锻炼 这一阵呢 我们正在这个 这个太极拳生意成功 借这个这个东风吧 我跟我的师妹李辉 其中呢 还有我们王顺昌老师 做了大量的工作 现在正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创编了一个一周一太极的 这个栏目 不光是讲 我们共同合作 不光是讲太极拳的 基本功法 基本要领 还有太极拳的内功的形成 内功心法的心意 更主要的是 我们最近这个阶段 我们把二十四式太极拳 每一个动作的经络走向 跟他的经络运行 跟他运行的轨道 经过的每一个穴道 都把他严谨的 整理出来了 他究竟有什么作用 究竟知道什么病症 这个呢 现在正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跟大家伙介绍 哎呦 大家伙听完以后 非常满意 所以说呢 刚才说蔡老师 把这个我们大伙一块 这个这个这个 一块的组织起来 通过什么方式也罢 通过咱这个这个这个 咱国家的这个这个 使团也罢 通过我们这个中医协会也罢 通过我们欧洲的 全体的中医医生 喜欢喜欢起工 推广太极的这些医生们 我们组织起来 这力量会更大 好吧 时间关系就说到这 好谢谢您 谢谢 谢谢李老师 陶会长组织这次会议 谢谢使团的各位领导 谢谢谢谢 好 我看我们 谢谢您啊 谢谢您您讲得很好 我看我们那个法国的 对吧 法国的王德凤老师要发言 我看在举手 对吗 王老师您在吗 因为今天我看咱们都是大家呀 不论是从荷兰 德国 英国 西班牙 三脉 都是一些世家 中医世家 大家要都有这个意愿 就是说把这个中医呢 咱们整成个团队弄起来 就是说自己的有个平台 这是非常好的建议 将来最后下一步继续怎么做 可能大家来商量一下 法国的王德凤老师 下角的第一个把那个 左下角您的话筒 点一下就可以 有吗 您再找一找其他 我看在留言区啊 咱们因为这王老师在找他的话筒 刚才留言区也说得很好 特别是一个比利时的人提出 就是说你们这个 拉着气功群 我看咱们法国的王老师 已经把这个气功群的微信号 发到这个对话群当中 聊天当中 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 是不是扫一下描 加入一下 另外呢 我觉得这个发言区这块 也有人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 其中可是我们来自比利时的贺卫东 也是贺卫东博士 而做药物研究的 他说蔡先生讲得对 无论作为普及 还是作为治疗 都应从规范入手 有正规的指导 才能使人信服 对太极 对太极气功 及中医的推广 才更有利 鱼目混逐 只能起到反作用 这个点评 我觉得也很到位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王老师怎么样 往法国的王老师 您的话筒打开了吗 那好 您讲嘛 现在听到了 现在您 但是您的视频又关掉了 您可以讲 声音小了一点 声音稍微小了一点点 可以吗 这样 可以 您讲 您讲 是这样 我刚才呢 想接着这个蔡健的提议呢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今天是第一次 第一次 怎么声音那么小啊 您的声音 王老师 声音特别的小 看看有没有堵住 就是 别把那个话筒 顶在下巴上 要留出一个空间来 看看有没有堵住 如果没堵住的话 很好 哎呀 10分钟这样有的人 对吧 等一下王老师 咱们再延到10分钟 就是说 现在四十五时结束 可以吗 所以说没有发言 想发言的 赶紧说话 王老师 可以好了一点 但是声音可能还是不够大 这样吧 别耽误大家时间了 我的意思 就是可以呢 咱们再 把这个群的建立起来 我估计是 王沈昌老师 已经把群建立起来吧 这个具体的 这个组织 欧洲气功 或者欧洲气功太极 联合会的这个建议呢 咱们可以在会下 接着讨论 可以把它具体实行起来 因为本身这个会议呢 我们就是 昨天预定的时候呢 要持续两个半小时 现在已经过时间了 好多人要发言 我还是把 还是把话筒交给别人吧 交给他 好 谢谢王老师 我重一下 王老师的建议啊 王老师的建议就是 首先要建个群 对吧 这欧洲气功群建起来 第二点 王老师的建议就是说 就把这个欧洲的气功协会 建立起来 下来具体怎么做 我想我们陶会长 可能会牵头 做一些事情 好 谢谢您 谢谢王老师 不客气 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 还有没有要 什么发言 或者感想 咱们还有 七分钟的时间 没有的话 我是不是让我们的主持人来结语 说一下结束语 我们的主持人 好像彭宾还有发言 是吧 没看到 我们的彭博士 来自比利时 彭宾博士 是我们社长 我们私人彭博士 把话筒打开 你的话筒没有打开 好 我现在打开了 好 大家好 可以了 因为大家都是专家领导 那么我呢 作为一个群众 在这个领域 门内的门外汉 就是门内呢 就是说 因为我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和这个陶医生 接触比较多 经常到他的诊所 日文木栏 潜移默化 也是就是 知道一些皮毛 那么呢 我就刚才陶医生说 就像这个写诗一样 就是说 我们如果写格律诗 就是知词内的一些 诗能互相能够交流 但是人民群众 并不了解 就是讲两句训口溜 反而大家会觉得 更有启发 那么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针灸也是一样 针灸气功 就我们这个普通群众来看呢 就是走路的时候 跑步 走机了 上期不接下期 要缓冲一下 恐怕也是气功的一种 最基本的 这个处理办法 那么我就觉得呢 由于我们工作也比较忙 平时呢 像陶医生做了很有意的工作 就是早上九点半 把大家集中起来 念气功 这个呢 使一批群众受益 但对更多的人来说呢 还是不太现实 那么我就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 如果你们成立了气功协会 是不是把我们这些 对气功感兴趣 享受益的群众 也能够呢 调动起来 也就是说呢 你们的这个课程 有小视频呢 小的介绍啊 让我们呢 就是啊 就像这个打太极拳一样啊 先学简化 二十四四啊 这个阳式太极呢 就太复杂了 是吧 那么我们就说呢 能不能把这个气功呢 也变成啊 六步啊 六天啊 星期天啊 总结啊 一二三四五六啊 六天 每天做哪几个基本动作 不断的重复 争取呢 在门内呢 也成为门内汉 因为我们经常在你们 和大家在一起 是吧 还是应该呢 循序渐进 这也是我的建议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彭博士 很有实际 很有实际意义 我觉得他们将来 你们成立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 因为必定是一种群众运动 或者群众一种 预防的运动 所以说我想他们会考虑 您的 我们彭博士的建议 好 现在我们呢 现在李辉老师 英国的他要离开 他非常感谢 他说要非常感谢 感谢参与 所以希望有机会呢 和大家继续交流学习 谢谢李老师 谢谢您 其他的人 咱们还看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吧 还有没有 我觉得非常好 今天我觉得非常体现 我们这个欧盟这个题目 你看了 来自很多欧盟国家 我们有比利时 荷兰 德国 英国 安麦 西班牙 以及有很多 确实是 还是欧盟国家 另外呢 我觉得这个 刚才咱们说这个气功啊 确实是 他气功 他的特点很有特点 这有哲学 对吧 刚才说又健身 而且呢 刚才我们这车红三说的非常好 对身心的健康 一种养生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气功的特点 还要体现出来 其他的 是不是要我们的主持者 来做一下结束语 这主持者 听听你们的感想 和今后的展望 王泽峰老师 谁来做 你们的主持人 哪一位来做一下结束语 那个王泽峰老师 还要做总结一下吗 不总结了 不总结了 不总结 今天您特别辛苦 所有的工作 都说您在穿针引线的 都是我们的幕后 没有 您是幕后 您穿针引线 您功劳 那个还有 王德峰老师 你还有什么 您需要讲一下吗 他又没声音了 你这 没关系 你来做一下就可以了 代表他们 行 这个会议开得很成功 非常感谢各位积极参与 尤其是我们前面六位老师 积极分享 当然了 也更加感谢 我们欧盟使团领导的支持 他们在这次活动中 给我们积极的指导和支持 非常感谢 当然了 所有的这些参与者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 你们的建议 我们也会 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 我们要加强 然后呢 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也正像刚刚那个张教授指出 我们这个是一个普及性的 我们未来要做更加 失忆于普通民众 这个使大家都动起来 我们更加 就拥抱太极 拥抱健康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是不是要 谢谢大家 是不是要 好 非常感谢 对 非常 感谢大家的参与 非常谢谢主持人 大院长辛苦啊 我们上次见面到现在还没说过话 大院长也是很忙 谢谢 谢谢 对对对 欢迎什么时候来我们这个欧盟这边 好 等到疫情之后 我看您 也应该出来走走 您就是隐居深山 向你们学习 导致向大家学习 我们 对 下次我想我们把那个工 尤其是大院长的那个 那个保健工 我们下次要开一个主题的 就是我 我认为 下次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化 比如说 我们下次搞减肥 糖尿病的一个主题 然后或者下一次搞什么 什么这个 这个肝脏的肺脏 就是我们各个主题 你们看看怎么样 好 可以 支持 他来了 主持任何的活动 确实是不容易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呢 要来 组织这个 这个 这个把大家组起来 确实是 也不是我们的擅长 是 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吧 对对对对 我们 对我的我的同事们 我们这些同道们 真的都是非常给力 今天你们就展现了 你们最有力的 非常感谢我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我们在短短的时间 立刻组织起来 感谢 王泽峰老师的 高水平的主持 让这次大会 能够成功是一个关键 也感谢刚才那一个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专业的教授 接下来的组织的讨论 也感谢这些欧洲 欧洲国家的专业人员 和七公爱好找着参与 这次第一次大会 虽然组织起来有很多困难 但是还是很 还是很成功的 是一个新的起点 是一个新的起点 将来继续怎么发展 大家可以在组织起来 会后讨论 谢谢大家 我退场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还有王顺昌老师 你真的非常辛苦 整个控制都在你那边 你是我们的总控制 谢谢 我跟那老师们一块学习 挺高兴的 主要是我们 我们这些都是中医 然后呢 我们又不太懂这些 这些网络操作 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紧张 非常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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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的参与 余嘉健还在火车上 真的很辛苦 辛苦了 陶老师 再见老师 谢谢你 再见 余嘉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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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一个收获 很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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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我们真的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你们高兴 就是我们开心 我们的任何活动 都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也是为大家服务 谢谢 我 有点 agrade 谢谢 谢谢 再见